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灵儿 你听我说 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等我再回来的时候 我就来找你 喂 你刚才没听到吗 他们说我是小偷的儿子 你还不离我远点 他们说你爹是小偷 你信吗 我当然不信 沈沈说我爹是大侠 可就是没人信 那你自己信不信 我当然信 那不就得了 其他人的想法不重要 你自己怎么想的才重要 知道吗 我跟你比试打蛋猪 我如果赢了 你把珠子给我 凭什么呀 我才不能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我能办到的都可以给你 我跟你换 小偷 小偷 你有没有见到我侄儿啊 他不见了 吃完晚饭 他说要去看花灯 今天不是中秋节吗 我就让他去了 这么长时间都没回来 王沈 你有没有看到 小偷客栈的小子啊 没有啊 老伯 你有没有看到李大娘的侄子啊 没看见 很可能是跟其他小伙伴 一块去玩 不会的 他从小就没什么朋友 你让他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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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你让他去看 等等我 等等我 我的最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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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只有花灯吧 你要不要摸摸我的花灯 等他们回来 我们就去仗剑江湖了 陈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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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子被人绑走了 前辈 那你要喝 前辈 你怎么了 你先别说话了 现在就去 我的大献一只 圣姑前辈 我们究竟要如何 才能阻止败远 灵儿 你是女娲后人 自有拯救天下 苍生的灵力 但你的女娲之力 尚未完全苏醒 必须要女娲神殿的 天蛇杖和五灵珠 才能将你体内的 女娲之力 完全唤醒 一如 你要乖乖听 圣姑婆婆的话 一如 杨妻 会回来的 公主带人去了女娲神殿 拿到了天蛇杖 我们的人为了阻止他们 还有 教主 百姓听闻公主回来 纷纷追随于她 属下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一帮渔民吗 你先下去 是 是 只差一步了 你重见天日之时 我便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heads 杨妻公主回来啦 难道有救啊 我要救 不要说 프로 要救 不要說 都有一 天地 诸師 唯 친 女娲神殿 祈求你赐予这片大地新的生命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大地 居然变成了这样的妖怪 他也是不死不灭之神 除非 不行 夏遥哥哥 夏遥哥哥